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句古老的格言 在现代社会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在当下 我们将行万里路诠释为旅行的艺术 旅行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更是一场心灵的盛宴 让我们在探索世界的美丽风光中 深刻体验生活的丰富多彩和自然的壮阔归例 在四川省的雅安市 有一个被大自然眷恋的地方 那就是避风侠 这里 避水环绕 风鸾叠障 每一步都是一幅动人的画卷 而这里 更是大熊猫的乐图 国宝们在这里自由栖息 繁衍生息 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踏上这场冒险之旅 探索未知的避风侠美景 体验不一样的自然奇迹 新来的看官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订阅按钮 让我们一起寻找隐藏在世界角落的自然秘密 雅安避风侠 避风侠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山谷瀑布景区之一 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生生不息的瀑布群 这里的著名景点包括 避风侠 soft 避风侠补布群 千层岩瀑布 鸳鸦瀑布 青龙潭瀑布等 避风侠瀑布群广袋而壮丽 总共拥有超过50处瀑布和西潭 呈现出一种灵动的美景 千层岩瀑布高达约100米 宽10米像仙基绣发一样飘逸着 从层层叠叠的陡峭岩石下 缓缓倾斜而下 形成了两T级台式的壮观景象 而鸳鸯瀑布则以其30米的高度 给游客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 青龙潭瀑布更是精彩分成 瀑布高约40米 宽6米 从山谷的密林之中飞流直下 穿越数层形态各异的怪石 最终注入谷底 其水流是如青龙般腾冲而去 既壮丽又神奇 这些瀑布的美 不仅在于其形态各异 更在于它们的生命力 和它们所处的独特自然环境 使得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赞叹不已 成为了不可多得的自然美学宝库 逼风侠野生动物园 是一个集自然美景和野生动物 观赏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位于风景秀丽 气候宜人的雅安市北八公里处的避风 霞风景区内 该园的规划面积达到了一万亩 其中一期项目建设占地约三千亩 包括野生动物观赏区一千六百亩 和牧草基地一千四百亩 一期工程的总投资高达两个亿 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动物园由两大主要区域组成 猛兽车行观赏区和温讯动物步行观光区 在猛兽车行观赏区内 游客们可以乘坐车辆近距离观察散放的狮子 熊和老虎等猛兽的生活习性和行为特点 给人一种刺激而真实的体验 温讯动物步行观光区则包括了和谐家园 花果山 松鼠喉管和科普长廊等多个区域 游客们可以步行在这些区域中和各种温顺可爱的动物们进行亲密接触 感受到动物与人类和谐共处的乐趣 整个动物园内共放养了四百多种 总数超过一万一千头 只 尾 得各类野生动物 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二级保护动物 以及四种极品珍稀动物 这些动物们在避风侠野生动物园的精心照料下 得到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保护 避风侠野生动物园不仅是一个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更是一个极教育 科普 保护和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野生动物保护基地 对于提高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千层岩瀑布 千层岩瀑布是一座壮观的自然杰作 高约一百米 宽达十米 充分展现了大自然的活力和激情 瀑布的水源从空中高悬倾泻而下 直至崖壁半腰的台地上 茂密的林木在这里阻挡大风 因此为其增添了一层神秘感 铺水在经过台地的积累后 并没有立即聚集在一起落入谷底 而是沿着山腰慢慢流淌 一路上经过层层叠叠的岩层 形成了一条条银色的丝线 这些银丝聚集成一幅巨大的银帘 就如同一位美丽的仙鸡展示着它的秀发 自然飘逸洒脱流畅 这样的景象长年累月都在千层岩瀑布上演 瀑布的水流源源不断地从层层叠叠的陡峭 岩石间倾泻而下 形成了壮观的两极台式瀑布景象 站在这一壮观景观面前 游客们会不由自主地被大自然的记忆所折服 感叹自然的伟大和神奇 仿佛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种净化和升华 让人沉醉其中 黄龙侠 黄龙侠与避风侠紧密相依 共同构成了一道美丽的自然景观 这里的峡谷绵延约四公里 最窄的地方仅有三十米 龙溪河沿着峡谷蜿蜒流淌 河水湍积而又美丽 峡谷两岸的峭崖参峙智利 苍延碧利 临寻雾利 这里山高谷深 林木葱裕 形成了一片碧日遮天的翠绿生态天堂 峡谷内还有龙女风 胡啸风 金猫风 银鼠风 小溪天风六座各具特色的山峰 它们形态各异 犹如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形态生动 充满了神奇的传说色彩 就在这些峭壁之间 飞扑倾泻而下 山泉涓涓流淌 编织出一幅动人的自然乐章 在夏秋季节的傍晚时分 峡谷内时不时会有萤火虫翻飞飘荡 星星点点 如梦幻般笼罩在深沉的幽谷之中令人陶醉 在黄龙峡之内还醒目地屹立着一座巍峨山峰 其形态宛如一尊佛像 垂手端坐在山巅之上 这座山峰的五官清晰 面容慈善柔和 佛太庄严祥和 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顶礼膜拜 当地人亲切地称其为天然的黄龙巨佛 是黄龙峡乃至整个景区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鸳鸯瀑布 鸳鸯瀑布以其独特的形态和魅力成为了一大景观 这座瀑布的高度超过了三十米 它的飞流从高处直线而下 激荡着空气 产生一种让人心醉的力量 当飞泻的溪水受到高岩的阻挡 这种力量变得更加强烈和壮观 岩石的阻挡将瀑布的流水一分为二 两道瀑布左右并列 一道比另一道稍大 一道比另一道更强烈 形成了大小不同 气势各异的两翼 这两翼就像是一对恩爱的鸳鸯 相互依偎着 纠缠着 相依为命 成为了鸳鸯瀑布的浪漫象征 它们的结合 不仅赋予了瀑布更加深邃的内涵 也让其成为了一道爱情的象征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们 前来游玩 让这里成为了一道浪漫的爱情风景线 鸳鸯瀑布的美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是一种生动的自然力量 是一种爱情的静谧表达 是一曲大自然和人类情感的和谐交响 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瑕疵 青龙潭瀑布 青龙潭瀑布是一处壮丽的自然景观 瀑布高约40米 宽度约为6米 它从峡谷和茂密的丛林中呼啸而下 携带着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 就像是一条青龙在山路间盘旋 瀑布的水流穿梭在多层形状奇特 层层叠叠的岩石之中 最终以雄伟的姿态注入谷底 创造出一种 视如青龙下山的壮丽景象 在谷底 形成了一个面积约为 100多平方米的深潭 这个清澈的深潭 成了瀑布汇聚的地方 瀑布的水流 在深潭中汇聚后 形成了一面广阔的镜子 反射着四周的山水和天空 增添了一份宁静与和谐 深潭的水面上 偶尔荡漾着水波 就像是微风吹过一般 为这壮观的自然景观 增添了一丝丝的灵动 青龙潭瀑布 以其雄伟与美丽 成为了游客的向往之地 让每一个前来观赏的人 都能够深刻感受到 大自然那无与伦比的力量和美感 同时 青龙潭瀑布独特的形态和特色 也让这里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无数的照片和影像 记录下了这个迷人的地方 将这里的美丽 永远定格在每一个镜头之中 滴水战道 滴水战道是一处别具一格的景点 位于右侠的旅游战道处 这里的自然景观十分独特 吸引了众多游人的驻足观赏 战道紧邻着一处裸露的岩石 高达十余米 清澈的溪水似乎从天而降 从岩石上方均匀地洒下 形成一道道美丽的水帘 落下的水珠像是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 被风吹得四处飞溅 增添了生气与灵动 当游客来到滴水战道 他们通常会停下脚步 站在战道上仰望着美丽的滴水岩 在这清新的氛围中 他们可以感受到水珠飞溅的美丽 接受水流沁人心脾的清凉 呼吸自然的气息 从而得到一种身心的净化和舒缓 滴水战道 以其优深 宁静和自然之美 成为了避风峡中的一处独特景观 当游客在这里放松身心 他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大自然的神秘力量 更加珍惜和敬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女蛙池 女蛙池是一处富有传奇色彩的美丽景点 位于壮观的白龙潭瀑布之下 这个开阔的潭池 是由多年的瀑布冲刷而自然形成的 据说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始祖 女蛙沐浴的地方 女蛙池的长度超过了八十米 宽度大约有三十米 这里的四周被清脆的山栏 和玉聪聪的树木包围 花香和鸟语弥漫在四周 为人们带来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池水本身极为清澈 可以一眼看到水底 水面平静如镜 呈现出一种深邃而迷人的碧蓝色 就像是一块精心切割的蓝宝石 静静地躺在清脆的山栏和碧绿的植被之中 女蛙池的美丽和神秘 不仅给游客带来了美的享受 更引发了人们对古老神话的无限遐想 同时 这里的自然环境 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修养生息场所 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们可以静静地放松身心 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洗净尘世的繁华和烦恼 让心灵得到真正的宁静 无论是欣赏周围美丽景色 还是静观水面波光凛凛 一或是沉浸在女蛙沐浴的传说之中 女蛙池都是游客必游的景点之一 每一个来到女蛙池的人都不需此行 都会有一次难忘的体验 避风峡谱不群 避风峡谱不群不仅是一处奇景 还是一种艺术的展现 让大自然的力量 通过五十余处处瀑布和溪潭 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这些瀑布的每一处都不尽相同 有的如同银色的丝线 滑破宁静的空气 带来飞溅的欲珠 有的则像是白色的丝带 高高悬挂在空中 一泻千里 有的层层叠叠 一级一级地汇集成波涛汹涌的 自然奇观 还有的一柱到底 气势如红 震撼人心 避风峡的瀑布群 构成了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 为游客呈现了一幅 动人心魄的大自然画卷 其中最为壮观的 当属白龙潭瀑布 高约三十米 宽度超过十米 这壮丽的瀑布 从悬崖之上雄浑而下 激起水花四溅 形成一道道美丽壮观的水雾 庞佛是一条白色巨龙 在空中腾云架雾 水雾扑面而来 带着丝丝寒意 给人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寒气袭人 却又让人兴奋不已 水雾的汹涌 和瀑布的轰鸣声 使整个峡谷 都充满了一种阴森幽碎质感 而瀑声在峡谷中回荡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在瀑布下方 伪哉其哉的是 十余米的深潭 已经在谷底形成 面积宽广 超过一百平方米 这深潭 既是瀑布汇聚的成果 也是游客探索自然奥秘 享受自然魅力的理想之地 如此鬼斧神功般的自然杰作 实在是游客的眼福 让人对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 赞叹不已 避风寺 避风寺 又名翠平寺 是一座历史悠久 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寺 坐落于避风峡翠平山巅 海拔大约为一千二百五十米 根据历史记载 这座寺庙实践于唐朝 后在明代进行了重建 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避风寺的总面积约为一万两千平方米 其建筑风格衣衫旧式 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和谐相容 寺庙的建筑群紧密围绕中轴线分布 其设计巧妙 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建筑价值 避风寺原有许多宏伟的殿宇 包括前殿 中殿 大雄殿 惠灵格和后殿等 但历经岁月沧桑和历史变迁 有的殿宇已经毁坏或重建 现今保存下来的建筑 有观音殿 石牌坊 石石和香炉等 每一个建筑都是历史的建政 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观音殿是现在避风寺内的主要建筑之一 是一个工人们烧香礼佛的地方 展现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石牌坊 石石和香炉等物件 虽然经过了风雨的洗礼 但他们依然矗立在寺庙中 诉说着那些悠久的传说和历史故事 避风寺不仅是一处宗教活动场所 也是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地方 在这里 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历史悠久的寺庙建筑 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韵味 同时也可以俯瞰整个避风狭景区的美景 享受到一种身心的宁静与净化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结束了 您每一次的订阅和点赞 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陪伴 下期再见